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25号起在驻纽约台北经文处举办了桑迪飓风震灾照片展 唤起各界发扬大爱精神 自向此季桑迪震灾照片展25号下午在驻纽约台北经文处举行了开幕查会 由此季基金会纽约分会副执行长应施白主持 经文处处长高振群 纽约市议员顾雅明及各界代表纷纷出席 处长高振群支持时特别对此季基金会参与桑迪风灾的赈灾工作 表示敬意 也期望借由展出的照片将此季的大爱散播出去 每一个照片后面都有一个非常感言的故事 我们希望就是能够借这个照片展能把慈祭的这种大爱精神 台湾的大爱精神推展到世界各地 志愿顾雅明也在会中颁发表扬状给慈祭基金会 表彰慈祭对纽约市民的贡献 副执行长应施白在受访时也说明 此次赈灾慈祭发放的总金额超过了900万美金 受益人也超过了6万人 目前仍在对灾民进行救助 并实行中长期的专案计划 这个赈灾专案计划呢 我们现在就是用一些社区的志工到社区里面去呢 去了解一些需要帮助 但是没有办法得到政府像FEMA啦 Insurance SBA等等这些的专门救助的 这些机构的帮助 那慈祭呢希望能够特别的针对这些灾民呢 能够提供一些终极长期的帮助 据了解慈祭震灾图片展 将在济问处展出到4月1号 同时慈祭基金会将在4月中 受邀到纽约州议会以及全美各地巡展 华语电视记者杨展田 纽约采访报导 有联合国皇后区协会主办的地球日庆祝会 24号在法拉圣可罗那公园的纽约皇后美术馆盛大举行 会中不但倡导社区重视环保意识 并邀请到印尼驻纽约总领事馆总领事达哈马普塔盗会演说 说明印尼政府全球环保工作的努力 这项地球日的庆祝活动由联合国皇后区协会主办 由该会执行主任陈财新主持 他表示这项活动已在皇后美术馆举办多年 也受到社区各界的支持 特别是在纽约市著名地标法拉圣可罗那公园内的地球一旁举行 十分有意义 他也呼吁社区各界重视环保意识 来自社区各界代表包括古会议员孟招文的代表 新权基金会会长李芳 艺术家林世宝等华人社区代表都纷纷出席 对这项活动表示支持 会中主本单位也邀请到印尼驻纽约总领馆总领事达哈马普塔盗会演说 他在会中也介绍了印尼政府对环保工作的努力贡献 会中来自印尼 墨西哥 波兰社区的社团代表 也演出精彩的舞蹈及歌唱表演 也象征着各族裔社区一起对推动全球环保运动的支持 华尔电视记者杨展田纽约采访报道 本月23号在莱辛顿大道和26街交会处 自来水管是发生到爆裂 那导致路面的积水使该路段无法通行 报道指出今日将会恢复通行 但是纽约今天又突然降起了雨加雪 为路面的恢复通行造成了很大的困难 上周六晚间 位于莱辛顿大道和26街的交会处 有一条三英尺长的自来水总水管突然爆裂 当晚即造成该街道严重的路面积水 执行人员迅速赶往现场进行抢修 报道称如果维修进展顺利 将于今天该路段恢复通车 但是今天纽约突降雨加雪 寒冷的天气加上潮湿的路面 严峻的天气情况为抢修造成了很大的困难 至今仍有两栋建筑物的地下室充满了积水 路面的抽水管仍在不断地向外排水 一些商户也暂时失去了电力供应 工作人员表示 虽然今天不会恢复通车 但是他们会加班加点尽快修好水管 让该路段恢复到以往的正常状态 华语电视记者赵璐纽约报道 接下来